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一条片出街是5月6号的上午, 我们都是讲一下港股啦 哎, 各位, 大家好, 喂, 何志光, 原本我只是想讲港股的, 突然之间有一件事, 嗯 几分钟之前见到新鲜滚热, 多谢狗哥说的狗哥, 因为我看到他的帖子, 所以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 何志光, 麻烦你读一读 他的股神, 即是北非特, 他的公司叫巴郡, 股神减持苹果22.3%, 刚见到股神旗舰公司巴郡, 第一季减持苹果22% 昨晚升近6%, 星期一会怎样呢, 即是, 升完 升近6%, 就是因为Tim Cook, 他说呢, 史上最大的回购, 但其实苹果的图就很危险了, 如果他不够呢, 就一个顶 那样, 如果股神已经减持了22%的话, 喂, 那就在市场那里做了, 是不是 但是, 大家怎样看股神这一下呢, 喂, 一扎下来的线就穿了 那, 正式是, 丑富, 终衰, 建家用, 因为, 因为, 行内人就说, 苹果的增长去不了那么高 股价反映了, 那现在终需要股神现身, 那就是, 股神保持这么多苹果, 那他都要为花棍着想的啊 如果盈利倒退的话, 那他都要想办法怎么处理的啊, 那现在就开始处理了, 那, 其实信息就非常之明显了啊, 那我刚才在google 看到有几段英文啊, 说这件事, 巴菲特出来说, 喂, 纵然我现在, 就是, 沽出部分的苹果 我都是认为, 啊, 苹果是最佳投资, OK? 如果没有语错的英文就是这样的, OK? 那么大家想想想, 这件事应该是大事来的啊, 啊, 星期一回来, 看下怎么反映, OK? 那我们, 回回来, 啊, 这件事有什么想補充啊, 没有东西 再补充,总之我们都说美国经济是有点问题的 现在很多假象说到好像很强劲 现在好像有问题的东西终于肯给我们看了 是 因为苹果也有话财源的,今年年头 苹果、微软、Tesla,Tesla还要几次财源 她七姐妹都有三间财源 其他几间我没有看 总之是有些东西的,但是他们不认 现在好像要认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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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西国那边 华尔街的大哥好像在想如何托着Tesla 但是这边港股就征过不停 那我们拿个短线图出来看看,何志光 是啊,短线那张,20天那张 你看到星期五回来,又是烈口高开 有个大的烈口出来,OK 已经连升了很多天了 升上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烈口了 那这种形态呢,我们叫吹进浪嘛,牛市的特征来的 那但是呢,如果你的箍空是很多很多的 那要夹仓的时候呢,就一样是这样的款的,OK 那我想最终呢,问题就是究竟能够走得多远 那现在呢,我外面喝下午茶的时候呢 那我现在轮到我呢,是有少少少串的了,是不是呢 那你现在才来找我买什么货好啊,买不买好啊 浪贵了,何志光,是不是呢 我们很早已经说了,是不是呢 抵受到风险的朋友,我想 不多不少都已经下了,现在有利润的 那来到这里,其实买和卖都是很高风险的了 那但是呢,如果本身是在低位买了的呢 那你赢钱就是舒服的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升到多高,这个天晓得吗 那我们一步一步看啦,就是有个指站位 每一天定个指站位,跌破指站位就将部分慢慢获利咯 是不是呢,这样就最好了 那星期五就有个跌口位 那我又用这个,抹住这个,作为我的指站位啦 如果跌了去阴烛的,跌了穿的,那我就买多少货出来咯 是不是呢,再慢慢看咯 那,看看牛镇啊,何志光 在那 那,依然是这样的,依然是红镇多过牛镇很多 不要介意每次我这张东西出来,就是某个程序 代表散户心态啦 那也是我身边的朋友,现在是升到坦剔的 啊,在想着是入不入市 ok 有些感觉像07年咯 就是突然间,咦,说不跌了咯 三个月就突然间冲了12000去32000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升市有没有三个月那么久啊 是呀,我们看啦,因为 气势就有些感觉,开始似那时可似的气势啊 是呀,因为这个情况呢就是 就是,你有帮对冲基金,在这儿恶意沽空啊 说中国不行啊,GDP也不行啊,这样也不行啊 又供应过成,说一万多样东西 跟着说香港不行啊,是不是啊 其实老早几个月,就我已经知道 那些基金经理,根本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担港股,担中国股票,担到妈妈都赢不到的啦 担到自己的组合里面没有的啦 因为,放些香港股票,放些中国股票在那儿 被客人质疑的嘛,被老板质疑的嘛 那当然不放啦,为了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啊 被人质疑的,被人问到口下啊,为什么啊 你有些腾讯在那儿的,阿里巴巴在那儿的 因为中国股票不是不行啊,经济 这样嘛,估到这么清光的时候 你现在出来夹他啊 你恶意沽空,别人恶意来夹你啊 摆到明,当然不会是我和何志光 这类的,丁市这么多钱能推动个市 他还要升到这个角度这么厉害啊 我摆明是恶意夹你啊 那我想要夹到,夹到投降才行啊 夹穿曼狗都很多人投降啦 不知道去到哪儿他们要打 就是要一些淡汤出来打啦 我不知道啊,不过 外面的朋友看着市场就很坎堤啦 如果你没有货在手的 有货在手的都心仰仰想加仓啦 这个时候,但是往往,往往在这些时间的时候 大家一高兴的时候就调整啦 所以就小心啦 一路夹,他一路夹上去 其实你一路都不落财 那不会一路夹住你啊 是吧,当然有办法的 最后不是,你知道传媒的 最后不是出一个大好的消息 那大家涌起来,那就搞定咯 这件事就完咯,那就要调整咯 就是这样啦 嗯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 嗯 那对比一下,应该是八年图来的 对比一下星市的长度和那个 那个斜 是啊,那八年前那个呢 就是16年17年那个 你看到他一路走了一年多的 因为这个月线图来的 一路走了一年多的,都斜的,都厉害的 但是跟现在比较呢,就差不多啦 OK 但是走了一年多的,那个 17年,走到,走到整个 16年底开始,走到整个17年喔 十几个月的啦 差不多一年半啦 一年下 这样走到沽空呢 你真是没人走啦 好了,那第二支黄色啦 明显的,这个也算是反弹状来的 就是这个 第二支黄色啦 因为 这个顶本身是一百年做了嘛 那,跟着呢 就是2020年那一支 即是富有价之后那些 那一支 都走了一年 都走了一年 嗯 但是斜度呢 就没那么斜的 但是都很斜 走了很多个一年啦 OK 那第三支呢 就很短引的 2022年尾的那一支 嗯 速度都破坏了 底子呢 然后就上来啦 OK 那速度就快很多 这个最快的 应该是这么多个 是 那个是 十月尾充 两个月松一点 近三个月就没了 是呀 我说这样 过年前就没了 这个是接脚仓反弹啦 或者是牛市的一期啦 都可以的 因为他当时的底子 啊 就还没穿过嘛 OK 那接着就陰功啦 啊 啊 闲光玩闲光玩了一年多 啊 啊 就是最痛苦的一次跌落啦 去年啦 那 那现在 趴回去吧 那 那 何智光啊 根据你的目测 今次说升得快 但是那个斜度 是不是最斜呢 啊 原来 原来22年尾的那个斜点啊 嗯 如果用时间长短来说 啊 根本上就没够成 是不是啊 啊 啊 那所以 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故发生 啊 啊 那 那 似乎这场戏 有得玩哦 有得玩哦 根据很图表很简单的对图的分析 有得玩哦 加上个估值真的便宜哦 啊 那大家就用心点玩啦 但是 你看回 都是啦 嗯 最初升上去 调整 调整 调整一半是很闲的 就是说 现在如果是 15000点起步 上去 1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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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浪升一年都不是什么 OK 所以 所以就是 那句 哎 沽空 买跌这些东西 留下 一些 艺高人胆大的人做 哎 我真是没本事 这样的环境 那 那 再介绍多一点点 那 之前我们说中概股 那 那 何子刚有个表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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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就是 就是 有 就是 三百六八五七 这些是纯总的中概股 那 美国没有上市的 那如果说 鬼佬喜欢什么股票呢 或者他们在美国买什么的中资股呢 那 这个表上面 就是根据那个成交股数呢 那 你看到呢 就有拼多多PDD 阿里巴巴 八道 八道 京东 OK 那 如果华尔街 不喜欢中国股票的话呢 以上那些就是没有运行的 OK 如果华尔街有参与的话呢 以上的股票呢 就有运行了 所以某个程度上是代表某一些 另一种的团体呢 在那里买卖 OK 那 香港那些八五七三八六啊 那些东西呢 KWEB呢 最主要就是 这个中资股 但是在美国那边买货的中资股 比较少在香港那边买货 所以他买的呢 和香港的不同的 他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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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就比恒生指数呢 是好的 所以 就是千万不要 其实外面在说 西方鬼佬唾弃我们中国股票呢 其实就不是的 由头到尾都不是 因为 我相信一样东西就是浅作怪的 你看这个图是比恒生指数的 比香港国企指数的 OK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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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代表另外一种资金的 让大家 拭目以待 我说完最后一样东西 八卦东西 其实上个星期 有个星444的那张东西 上个星期某一日 这些都市传奇的都市鬼虎来的 是啊 那 恒生指数有一天就升足四百四十四点 收市 是不是 是升四百四十四点 有没有这么巧啊 是 是 大家当八卦八卦来听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图表分析的根据 会不会这个讯号就是 会不会这个讯号就是很有传奇的一个信息呢 所以 那些星4444就很邪的 所以 我做过 Nightmail 那些东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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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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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